第十二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圓滿結束 歷屆最大規模的旅博會 吸引了許多海內外旅遊與相關業者來歐參展 促進交流、商談合作 旅博會期間 歐洲旅行社和旅遊營運商協會宣布澳門獲選為 歐洲旅行社和旅遊運營商協會 2025年澳門峰會的主辦城市 以及2025年推薦旅遊目的地 來年將有30個歐洲國家的協會成員來歐參加峰會 為市場推廣創造良機 向歐洲各定級旅行社和旅遊運營商 力退澳門豐富的旅遊家元素 拓展國際客源 不少來歐參戰的海外業者都盛讚旅博會 又看好澳門和台灣區城市的旅遊潛力 首先非常感謝澳門市民平日裡對日本旅遊的大力支持 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 去年2023年 前往日本旅遊的澳門人達到了7萬4千人 這個人數已經恢復到了新冠病毒疫情之前 2019年12萬1千人的6重 令人驚喜的是 澳門航空公司 將在7月份 重新開始福岡航線的運行 美洲參觀 以便滿足澳門福利旅遊需求 加快增加 我確信今後 澳門人福利旅遊的發展空間 是會越來越廣闊的 最後我希望到強的澳門市民 通過參觀MIT 可以重新加福利旅遊的意願 並實際前往日本旅遊 我們主要的目標是 提供馬來西亞 和提供馬來西亞 最適合馬來西亞的旅遊 最適合馬來西亞 和大陸的地方 我們期望是 提供馬來西亞的更多 我們邀請馬來西亞 和馬來西亞的旅遊 去馬來西亞 從早上我們會有很多人 從商業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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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這位是很好的地方 為我們建立一個新的友情 和社交通的交通 這是非常重要 為我們提供的行業 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認為有利益的利益 利益從馬來西亞 從馬來西亞 然後馬來西亞 和馬來西亞 從空間 到馬去馬卡 我們想說 我們的 que馬來西亞 帶來西亞 纳维亚地区来参展 我们非常希望吸引来自华南 包括港澳台 以及东南亚的客人 来丹麦和纳维旅游 所以说我们的期望也是来 能够见到更多的来自我们整个 亚太地区的业者 这次展会我觉得非常好 首先这个规模是超乎我想象的 来自于全球的展商都很多 另外买家的来自于的 可以说世界各地 而且我觉得买家的质量 也还是不错的 作为旅游局 我不仅是我自己来了 我还带了我三个来自于 我们整个斯坦尼纳维亚地区的 合作伙伴过来 其中有两家地阶社 包括有一家邮轮公司 那么他们也与众多的买家 进行了交谈 而且我通过跟他们的交谈来感觉到 他们也是很满意的 那么他们跟很多他们的买家 的交谈是达成了有初步的意向 旅游会提供线上商务配对系统PSA 让买家和展商可以在展前的26日 和展后一日进行预约和线上合谈 旅博会期间 更在展馆内进行一系列 旅游和相关业界企业的签约仪式 推进澳门 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业界之间的业务合作 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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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